孩子同学来家里必点的咖喱炒饭 每次都能吃上两三碗 先将鸡蛋液炒至半生不熟 倒入剩米饭炒至粒粒分明 然后下玉米 金豆 胡萝卜和虾仁 一勺好吃的咖喱炒饭酱 炒匀炒香后淋一圈生抽提色提味 最后放葱花蒸香 翻炒99下就可以出锅啦 酸汤鱼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一点也不难 你看捡来的鱼片中放点葱姜水 盐 胡椒粉 蛋清 生粉 这是鱼片肉质滑嫩的关键 然后鱼骨两面煎香 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清水和一包牛骨熬制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入你喜欢吃的蔬菜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我每次做烧麦都会多做一些放冰箱 孩子上学的时候蒸一蒸就可以当早餐了 首先下午花肉末边炒出油脂 再放腊肠丁炒出香味 然后放玉米 青豆 胡萝卜 香菇 一勺生抽翻炒均匀给食材入个底味 倒入提前蒸好的糯米饭 放生抽 老抽 蚝油 五香粉 鸡精 白糖 一碗泡香菇的水 糯米饭吸收了香菇水 均匀剔透的蒸出来又香又糯 饺子皮折一个你喜欢的花边 再把糯米饭捏成团放进饺子皮里 用虎口收紧捏成葫芦状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烧卖香甜软糯 我家四个孩子都爱吃 如果你的孩子想吃蛋糕 不要再去外面买了 在家有个电饭包就能做 首先碗中打入六个笨鸡蛋 用我的内力打散 倒入300克蛋糕专用粉和半碗清水 快速搅拌至白色酸奶状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继续搅拌均匀 电饭锅底刷一层食用油防止糊底 倒入调好的面糊 扣盖按主周键或者蛋糕键就可以了 蓬松轩软 家里有孩子的赶紧试试吧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个山药肉蒸蛋 简单营养又健康 首先山药拍扁剁碎 加到肉末里 放点葱姜水 盐 生抽 淀粉 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碗中铺平 再打入一个鸡蛋 水开上锅先蒸个五六分钟 蛋液凝固后 加点热水和几个枸杞 继续蒸12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山药肉饼汤 营养均衡 老人小孩都能吃 夏天到了 最适合吃凉拌菜 做上一道这样的凉拌黄瓜 特别酸辣爽口 首先树上栽来的黄瓜拍碎 再切成小段 水开下腐竹末 焯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放蒜末 小米辣 洋葱 香菜 黄金豆 和一包拌鞋底 都好吃的麻香凉拌汁 忍住口水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赶紧安排吧 在我们农村 这种菜太 便宜都有碎 我们喜欢到来 咱们这种腐海角面 又小又难 巴适的很 吃这个辣猪蹄 还是要配上我们家这个腐海角面 小时候的味道 安逸的很 吃这个菜心 还是要蘸上我们家这个菜和腐海角面 小时候的味道 满意的很哦 锅中倒入9块9两斤的大虾 放姜葱料酒开大火煮5分钟 这个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 张到嘴巴看一看 一滴水都不用放 准备姜蒜末 葱花 用热油嗆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酱油 用它做清蒸鱼 白灼菜心 味道都很不错 以后你要是想吃摇鸡 不要再出去买咯 在家用电饭包就能做 先给有梦想的鸡 洗个热水澡 放红葱头 沙姜 生抽 老抽 一包摇鸡粉 花生油 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一小时 锅底铺上姜葱 放入腌好了鸡 剩余的料汁也倒进去 淀粉包按煮饭键30分钟就可以了 在我们广东 除了煲汤以外 生滚汤也是很拿手的 丝瓜去皮后 切成滚刀块 然后煎几个公鸡蛋 放入锅里 放上两片姜 一定要加入热水 扣盖煮上5分钟 然后下丝瓜 和这个含个量很高的 生晒虾皮提鲜 最后放盐和枸杞 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 每次去外面吃烤肉都要花上百元 今天教大家10元就能吃到饱 冷冻过的五花肉更容易切薄片 放一包烧烤料 生抽 蚝油 生粉 食用油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油热下锅煎熟就可以了 简单易做 比烤肉垫的还好吃 糖醋带鱼酸酸甜甜 味道好 这个做法您一定要试一下 合理捡来的带鱼 改上花刀 放葱姜 盐 胡椒粉 抓匀腌制10分钟 然后裹一层薄薄的淀粉下锅煎 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然后葱姜炒出香味 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和半碗清水 煮开后 倒入带鱼 焖煮3分钟 撒上葱花 酸甜可口的糖醋带鱼 就做好了 秋葵最好吃的做法就是葱油了 树上摘的秋葵 切厚厚的薄片 盐和油是使其翠绿的关键 水开下秋葵 烫60秒即可捞出 装入盘中 放葱花 辣椒 淋上冒烟的热油 和这个现成的白酌汁淋上一勺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就特别好吃了 想吃卤水猪大肠 你就像我这样做 软烂入味 越吃越想吃 5块1斤的大肠头 放盐 白醋 面粉 两面抓写个两三遍 再用清水洗干净 然后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焯水捞出 另几锅放葱姜 干辣椒 一包做卤菜专用的卤料包 生抽 老抽 盐 几颗冰糖 加入适量清水 扣盖小火卤一个小时即可 浸泡两小时会更上色入味 这样卤的大肠头设向畏惧全 学会的赶紧试试吧